哈喽大家好,我是Alysis 今天这个视频想分享一款香港大排档美食 那就是黑椒蜜味,马铃薯炒牛柳莉 香港大排档美食之所以这么出名 就是因为Walk Hay Go 所谓的Walk Hay,国语应该是不是读锅器还是怎么样 就是用很猛很猛的火力快炒 而这款黑椒蜜味,马铃薯炒牛柳莉 也是很多香港人去大排档时必选的菜式之一 我介绍一下材料 这里有牛柳莉大约是450克左右 马铃薯两个 调味料方面有蜜糖一汤匙 糖一茶匙半 黑胡椒碎少许 蒜蓉两汤匙 玉米粉一茶匙半 油一汤匙 酱油一汤匙 黑胡椒酱两茶匙 我会把份量写在说明文里 供大家做个参考 我们现在帮牛肉调味 先倒入酱油 糖 黑胡椒碎少许 黑胡椒酱 玉米粉 还有油 把它们和牛柳莉混合搅拌均匀 然后腌大约是10分钟 我们现在可以用这10分钟时间 把马铃薯刨皮 再切成像牛柳莉大小的方块 现在我们开始炒 先烧热一些油 将牛柳莉倒进去 用大火炒 把牛柳莉炒至八九成熟 就先盛起备用 接着我们再烧热一些油 把马铃薯倒进去 记得炒的时候要不停搅动 因为马铃薯有淀粉 很容易粘锅 为了令到马铃薯更容易熟 我们最好加2-3汤匙的水 进去煮一煮 待马铃薯差不多熟了 我们这时加入蒜蓉 还有少许的黑胡椒碎 把它们翻炒十几二十秒 接着再把牛柳莉也倒进去 把它翻炒十几二十秒 最后混合一汤匙蜜糖 一茶匙黑胡椒酱汁 和两茶匙的水 整成一个酱汁 把它倒进去 再翻炒几下 把酱汁兜匀 这样就完成了 给大家看一看 这就是我们刚做出来的黑椒蜜味 马铃薯炒油柳莉 这款菜是非常香浓美味 如果大家想感受一下 香港的大排档美食风味 那就做来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喜欢 忘得啥 明镜蜜 使用 微卷